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 是的 那么从1995年开始呢 李洪志先生开始了海外的传法 那么至今呢 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包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呢 已经有超过1亿人修炼 同时呢 传遍了海外和大陆的 110多个国家的地区 那么在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 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都会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影片 看一下最近全球各地庆祝活动的系列影片 13号 既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63岁华诞 反轮功学员推武在风雨中写进 正如他们走过了1999年 25年和平反迫害的风风 近然一步倒 法轮功学员在码头公园集体练功 明媚的阳光下 优美的音乐祥和的表情 加拿大沃泰华举行了大反日庆典活动 多元文化部部长康尼到场祝贺 美好吗 法轮大法号 法轮大法号 妖鼓声声传递着他们的心声 希望有一天 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中国法轮功学员 也能这样自由地庆祝属于他们的节目 法轮大法日 多位联邦部长 每年5月份都会向 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发出贺信 今天更有多位各个党派的正要 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 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都举行了相应的庆祝活动 那么规模最大的就属今天 在纽约曼哈顿的游行和集会 那么今天在游行前方 为我们带来报道的 将是本台记者艾伦和李大宇 艾伦你好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现场的游行情况 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到 马上过来的就是 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 天国乐团 目前天国乐团呢 已经是海外华 最大由华人为主体的军乐队了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他们的风采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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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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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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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道德 背景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地的官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看到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那么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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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国 对此 必须就是 向人们 这么长的 很多方面 倾默化的 让我们让更多的底层受难者 有一种信念 在经历什么样的残酷 经历什么样的人权迫害 当我们对比这个法轮功学员 所受的这些 他们所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力量的时候 我们少了很多绝望 通过他们的受难 我们对比出 我们自身的很多不足的方面 至死不渝的信念 我们现在看到走过来的是 由法轮功学员组组的妖鼓队伍 对的那么妖鼓队呢 是中国民间的 传统舞蹈表演艺术之一 和豪爽的这个舞妖鼓相比呢 文妖鼓的轻松欢快呢 就会像是秧儿的 风格 那么法轮功学员 今天表演的这个妖鼓队呢 就是这样的文妖鼓 我们了解到今天妖鼓队队队伍中的表演者呢 最年轻的有二十多岁 而最年长的已经有近八十岁了 他们当中还不麻西方人的面孔 今天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近八千人 他们来自各个族一个个民族的法轮功学员 在汇聚在美国纽约 那么在这里举行庆祝法轮大法红船 以及公助李洪之师傅生日快乐 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游行活动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 是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联合国总部附近的大道上面 今天游行的第一个方阵是法轮大法红船 第二个方阵是千古其冤制止迫害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妖鼓队正在进行表演 这个妖鼓队的主题曲呢就是法轮大法好 现在在游行现场的本台记者李大宇将踩场路过的民众 听听他们的感受 大宇你好 大宇你好 请你看一下这位西方民众 他在观看游行的想法好吗 大宇你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还在游行的现场 来观看今天游行的呢 除了中国的观众还有不少西方人 站在我身边的是西方观众叫Gino 让我们来听听他对今天游行的分享 Gino So what's your feeling for today's period Wel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xperienced this or heard about this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excellent way to raise consciousnes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 think though that as long as this practice continues It's going to be a threat to the government But I can't see how a government could object to this Because they're non-violent And I believe wholeheartedly that these practices will continue The governments continue accepting each other on Thank you Gino So Gino刚才提到呢 他今天来参加游行呢感觉非常高兴 那同时他提到呢 这样的游行呢 唤醒了人们一个意识 就是对这场迫害的觉醒 这种意识 同时呢他认为 中国政府呢禁止了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呢 在中国大陆练习法轮功 那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他法轮功学员呢 他们呢推崇平和 推崇善良 所以说呢 中国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是 Gino先生的观点 好 Gino So how do you think the persecution happened in China I guess it from what I'm understanding It's through prisons It's through incarceration of those people practicing this form of meditation which is totally ridiculous because that curbs freedom and you can't have success in anything unless there's freedom Gino说到他对中共政府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呢 是毫无理智的 因为他觉得法轮功学员都很平和嘛 那这是一种对信仰自由的践踏 好 Thank you Gino So that's all Good luck with all this Thank you Thank you 同时呢 Gino先生祝福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呢 能够很幸运的 能够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然后现在呢 我把画面教会员主播小天琳来 好的 谢谢大雨发自现场的报道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附近举行的 庆祝法轮大法红船的大游行 刚刚路过我们摄像机前方的是 今天游行第二个方阵 千古奇渊制止迫害 由法轮功学员表演的妖鼓队 那么今天的我们游行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现场的来宾张尔平先生 谢谢您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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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